我们今天八个人聚集在一起 其实就是来体会幸福的感觉 因为现在据说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在北京有恋爱故事 特别不容易 所以我们的节目 就是现场的几位 再加上现在正在看节目的您 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体会 北京恋爱的滋味 来 各位都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让大家熟悉一下 我们的第一期节目 先从莎老师开始 我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这是莎易老师 自我介绍 对 大家好 我是张绍刚 我的恋爱态度是 要和让自己快乐的人度过一生 大家好 我是哪吒 我是来学习的 我的态度就是 相信爱勇敢爱 生活中我也是非常的喜欢追剧 然后我觉得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去看别人是怎么谈恋爱的 我还挺兴奋的 很兴奋的 对 多刺激 原因是 学习 看看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然后是怎么在一起的 好 希望你能学到有意的东西 来 蒙龙 大家好 我是喜欢你就会跟你说很多话的鱼蒙龙 所以你现在并不喜欢我们对不对 没有 我就在心里讲了 我的恋爱态度就是 喜欢你就要对你好 你好 这里的朱星杰 大家好 来 朱星杰重新介绍 各位老师好 我是朱星杰 非常高兴跟大家今天在这里相遇 一个人是魔术 两个人是魔法 也是过来像拿赵老师一样学习的态度 对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照 然后我们一起品尝这个故事 在我心目中 恋爱就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恋爱最难得的部分 其实就是咱们的节目主题 就是喜欢你 我也是 刚好发生特别难 我希望喜欢你 我也是的事情 能多点发生 火火今天还有个身份 因为火火算是时尚圈的人士 对 我是时尚圈的 而且我可能好多信息都会从他们的 穿着打扮中判断出来 来 捡球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喜欢你我也是的盲内 周杰琼 盲内是什么意思 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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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小 就是年龄最小的 盲内 老小 老小 对 学习了 我的恋爱态度就是 恋爱时刻准备着 杰琼的恋爱经验丰富吗 不丰富 都是跟张绍刚老师来学习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对恋爱充满憧憬的王子怡 我的恋爱态度是 我喜欢爱 愿意爱 敢爱 因为我认识王子怡 王子怡在生活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两个见面 我说你照张相 然后他都会 最近在改这个毛病 因为我手一上来经纪人就 这样 是这样的 没有 经纪人的意思是 让你不要摆其他动作 要这样 我的恋爱态度就是八个字 宁可错了 不要误了 误了就没这个人了 为什么我刚才说我的态度是这个 其实是有一个针对性 目前中国的单身人口超过两亿 北京是被催婚最多的城市 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里面 有太多在这打拼的年轻人 所以相对来讲 他被催婚的比例就会高一些 而且现在很多人不敢在感情中 确认关系给出承诺 因为现在在城市里面 有一种说法叫恋爱降级 就是大家说我喜欢孤独 我其实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 没有一个人挺好的 老师我有时候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一个人一定有好的时候 但是一个人绝不是常态 现在为什么很多人说一个人挺好的 其实就是懒 我说的懒可能可以打一个双眼泡 有的时候是心懒 有的时候是身体懒 我和沙老师在家庭生活里面 尤其是家里面人养马帆的时候 我们实时想一个人挺好的 没毛病 各位 我们现在在观察别人的时候 不能有懒的状况 尤其是正在恋爱状态当中 或者说有恋爱想法的各位朋友 实时想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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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